音乐 我们有非常多的老师家长 跟我们的退休的这些老师们 一直在为学校的环境教育部分 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 其实讲到环境教育 很多学校也都是认真的在做 我们在环境教育部分 我们从进化美化 我们更提升到一个活化转化的部分 那我们其中有三个部分 大概可以值得成为特色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厨余 然后除了熟厨余 我们跟很多学校一样 都是采集中放置 然后转卖给民间养猪场 然后把它寄注到我们的学校 午餐经费里面 那另外呢 我们把那个一般丢弃的生厨余 也就是我们的果皮 我们的菜 这个菜渣菜头 这种原来是要丢弃的东西 我们把它活化成环保酵素 我们把它活化成我们的厨余堆肥 那利用厨余堆肥呢 我们就利用学校里的一个原来的外扫 很慌乱的杂草重生的外扫区 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农场 那我们就是孩子口中的开心农场 所以我们要感激环保局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提供了我们做这个厨余堆肥的器具 然后呢 我们也透过慈祭的师兄进来帮忙 然后也有一些的退休老师 然后带着我们的外扫区的同学 开始了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先把一个丢弃的生厨余 变成了有机的这个厨余的堆肥 然后用厨余堆肥 在我们的有限的土地上面 然后完全是用有机的方法 去开垦成一个农场 那里面种植了非常多 马上都有收获的一些的这个作物 然后让孩子也透过这样子 做了一次的生命教育的学习 以及环保教育的再提升 当然每一个事情的成功 都要感激非常多的人 默默的在帮忙 像我们今年的花灯 我们送出了四件作品 然后四件作品 都是采我们的资源回收占领 我们所回收回来的一些的 这个回收物品 像我们的灯网 大概就是我们回收的竹筷子 所以在这段时间 回收品的收集 我们不只是办活动的竹筷子收集 我们甚至学生也到 这个我们的自助餐店 去收集这些废弃的竹筷子 洗净晒干 然后再利用 那像我们的另外两作作品 不但得到特优 而且还得到环保的大奖 我们将高雄地方特色的三太子 结合不要用的废弃的轮胎皮 做成三太子的花灯 那我们得到了环保奖 那我们最主要是用 那个电风扇的马达 还有废弃的轮胎皮 先用脚架固定好 然后再定向轮胎皮 锁上螺丝 三太子的头的部分 我们是用电风扇的马达做成的 让它的头可以转动 那它的脚的部分 我们还有用一架脚踏车做成 让它可以踩风火轮这样子 只要通电后就可以踩风火轮 那莲花我们也是用电风扇的马达 然后我们用铁丝凹成莲花的形状 还有缠上一条蛇 也是用轮胎皮做的 让那个莲花可以转动 通电后就可以转动了 那我们最主要是 想要结合环保跟地方特色 让这个花灯更有意义 我们的作品名是 蛇发绿巨水舞雄风 当初是我们艺组 有三个人想出来的 是结合环保跟生态保育的观念 刚好今年是12年 所以我们外观就用蛇这个动物来做 然后前面有水族箱里面有养鱼 刚好是生态保育这个工作 我们材料有保特瓶 还有保力龙一些 就是提倡环保概念的材料 刚好我们蛇刚好是盘在外面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水循环来增加它的美感 我们的作品名称是 旋转乾坤舌我其谁 这一个作品总共是用四五千根的筷子做出来的 中间支撑绿色灯泡的是坏掉的三骨 拖住白色灯泡的是电风扇的外壳 然后让地球旋转的是藏在台子里面的搭配机 这一个作品我们总共做两三个月 因为今年是蛇年 所以我们也加了一只蛇 看到别人在用竹筷子觉得很浪费 所以我们决定以用竹筷子 以竹筷来做这一个作品 能够把厨余变黄金 能够把厨余带进我们的课程里面 给孩子另外一个崭新的教育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真的要感激 一开始的时候 有这样的发想的一些的 我们的学校同仁 也因为得到很多的益助 很多人的帮忙 所以我们的孩子 才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学习的成果